欢迎未来的机甲大师们,现在学习组装步骤。 今天,我们要组装机甲大师EP工程机器人。 首先,安装底盘到机甲大师S1。 相关步骤可查看之前的视频,机甲大师S1开箱检查与整机组装步骤。 然后,我们要安装底盘拓展机板。 首先,要安装两个M3F六角螺柱,至底盘上盖后端孔位。 现在,六角螺柱安装完毕。 我们拿出底盘拓展机板,这里有两个突出孔位。 我们对准刚刚安装的六角螺柱。 拓展机板和底盘对准孔位。 锁紧两颗螺丝,固定拓展机板。 第三步,我们要安装机械臂机座。 看,这是机械臂机座。 看这个部位,凹口侧,对准机器人的前侧。 像这样。 好,记住。 现在,到右侧,安装四个M3G六角螺柱。 在右侧的四角,看,一,二,三,四。 现在,四角都安装了M3G六角螺柱。 我们准备安装机。 键材朝前。 对准位置。 然后,锁上四颗螺丝。 接下来,我们要将缓冲舵盘对准机械臂1Gb。 首先,检查机械臂。 这里有四个孔位。 它们会配对缓冲舵盘,安装缓冲舵盘,置机械臂1Gb外侧。 然后,在内侧锁上两颗M3A螺丝,以固定这两个部分。 现在,我们准备安装1Gb到机械臂机座上。 这里留一点空间。 这个孔位对准舵机的孔位。 像这样,几乎直接对上。 然后,我们拿一颗M3B螺丝,在里面锁紧。 现在,我们准备安装这个小部件。 机械臂支撑座。 孔位朝外。 看。 机械臂机座这里有两个孔位。 孔位对准支撑座。 对准孔位。 像这样。 然后,从下侧锁上两颗螺丝。 现在,我们准备安装另一个舵盘至另一个侧舵机上。 很简单,舵盘放在这个位置。 锁上一颗M3A螺丝。 我们准备安装2GB连杆至舵盘上。 检查一下,这一侧有四个孔位。 对准舵盘孔位。 确保大孔位朝上。 再用四颗螺丝锁紧。 现在,将连杆穿过机械臂机座的孔位。 对准孔位。 推进去。 锁紧四颗螺丝固定舵机。 二级币的R字一侧朝上。 拿出相机。 确保DJI正向放置。 放在这里。 从下侧锁紧两颗M3C螺丝。 检查清楚是M3C螺丝,否则可能会损坏相机。 现在,我们准备将2GB连接至1GB。 将2GB安装至1GB内。 像这样。 然后,将2GB长支撑杆。 推入孔位。 推入孔位。 就像这样。 锁上M3E螺丝。 固定所有部件。 现在,我们将2GB的短支撑杆,推入2GB顶部的第二个孔位。 这次,从左往右。 然后,锁上M3C螺丝。 现在,准备安装3号连杆。 拿出连杆。 数字朝外侧方向。 放在机械致。 放在机械臂的这个位置。 对准孔位。 看到吗? 锁上两颗螺丝。 然后,固定2号连杆至机械臂基座。 拿一颗螺丝。 固定在机械臂基座的这侧。 好的,现在拿出三角连杆臂。 有三边。 找到最短的这边。 朝前。 将三角连杆臂放在机械臂右侧。 三角连杆臂后侧的孔位,对准2号连杆的孔位。 三角连杆臂的底部孔位。 对准孔位连接到1级臂。 分别锁上螺丝。 准备安装机械臂末端接口。 检查一下。 这里有个斜边。 斜边朝内。 安装至2级臂底部的孔位上。 在两侧锁紧螺丝。 现在,准备安装1号连杆。 一样的,数字朝外。 现在,从两侧安装。 先对准末端接口的孔位。 再对准三角连杆臂的内侧。 像这样。 然后,重复一次。 锁上两颗螺丝。 最后,安装机械爪。 机械爪有4个孔位。 将它们对准末端接口前4个孔位。 锁上4颗螺丝。 现在,将扬声器和拓展喇叭座安装至机座下方。 扬声器放这儿。 在拓展喇叭座内固定,直接卡上。 在整体移至机座下方。 能看到拓展喇叭座的大孔位吗? 朝前。 放在机座下方。 锁紧前后两颗螺丝。 然后安装7个线卡。 就是这个小部件。 然后,将这条30厘米的黑色相机延长线与相机连上。 用3号连杆上的线卡固定。 相机线穿过这部分。 准备安装这个小部件。 埋线块至机座的这条延长线上。 下侧锁紧两颗螺丝。 固定线材。 现在,拿出延长线。 将一端连接至机械爪后侧。 延长线穿过2GB的两个线卡。 一级币有个孔位。 延长线穿过孔位。 绕一下,再穿一次。 现在,拿着这根线材。 这是右侧舵机的下侧线材。 连接到延长线上。 可以了。 固定线材至1GB内的两个线卡。 完美。 现在,拿起右侧舵机的上侧线材。 与之连接的线材在左侧舵机这里。 固定在机座孔位。 然后,将两条线材连接到一起。 拿出弯头延长线。 弯头端连接至机器人的M0接口。 穿过底盘下侧。 穿过中框。 再穿一次。 到上方。 将整个机械臂模块 放到这儿。 拓展机板的中心。 左侧舵机还有一条线材。 连接这条线材至弯头延长线。 用线卡固定住。 最后,锁上四颗螺丝。 固定机械臂模块在底盘拓展机板上。 接下来,锁上后盖的两颗螺丝。 安装底盘拓展围板。 放置后侧,锁上四颗螺丝。 再将智能中控模块放置在尾板上。 确保天线朝后。 像这样。 固定住。 锁上四颗螺丝。 连接线材至智能中控。 从这里将相机线材固定至智能中控。 另外,将扬声器线材从尾板下侧穿过。 插上扬声器线材。 接着,是拿一根数据线材连接至智能中控这一侧。 穿过底盘后侧装甲。 穿过装甲中部。 连接至打机检测模块上。 像这样。 确保整理好所有线材。 安装牢固。 需要安装底盘舱盖。 在机器人下侧。 锁上四颗螺丝。 机械臂注意事项。 请勿通过抓持机械臂,提起或移动机器人,可能会造成损伤。 还有,在机械臂运动时,请勿触碰。 不慎触碰,可能会使手指受伤。 最后,请勿快速拉扯或撞击机械臂,否则机械臂将带给舵机,剧烈冲击,导致舵机损坏。 完成以上所有步骤。 即完成工程机器人的组装。 请在每次使用前,检查所有连线牢固,所有部件安装到位。 感谢您的观看。 如本教程对您有帮助,点个赞吧。 如果您需要DJI大江创新的任何支持,请关注大江湖微信公众号,获取技术支持。